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舍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農的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就是三股金刚树衣 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 从那个幽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拍出三次气 这个作术就是做那个金刚权 也是压着一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这个幽笔 从作笔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作金刚权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拍出 这样呢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能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愿意 always War 柄 啊 你说 哇 跟刚刚刚 пыт那 子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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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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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书里面解释的时候 这样说的 他这里有几种供品吧 一个是宝山 森林 然后果树 就是果树 化树 第一个也就是说 微微的珍宝山 那么微微的珍宝山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应该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四种珍宝组成的须弥山 以及周围有七大金山 铁为山在内所有珍宝组成的这些山王 我们应该在三宝面前进行供养 三宝面前供养 同时除了珍宝的这些山以外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 世间的一些有名的山 我们也可以这样供养 但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 大乘佛教徒来讲 最关键的就是 你看见这些山也好 或者是你听到这些山 或者说你心里面忆念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一去供养 心里面把这些全部想出来 刚才我们讲微微的珍宝山 也我们要供养 真正的珍宝山没有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虽然不是特别出名 但是经常在藏地也好 在别的地方 也会看见 许许多多的山脉 那个时候自己也应该 马上心里面想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如果这样供养 的确功德相当大 这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修行过程当中 应该是 不能缺少的一种行为 我刚才说过来 回忍自己 还是不缺少的一种行为 有人说过来 你不想这种行为 受伤心在恨姐姐 这种行为 她心里面再懂 这种行为 你怎么跟着带路 让她收这种行为 我看见 谁说不完美 当然 有一句话 都不用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我们不完美 这个地方 是还是不完美 如果我们也跟着过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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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这里也讲了 比较寂静的 没有溃恼的 非常有精的圣山 或者是森林 同时各种鲜花 掩饰 珍宝的树 或者说我们现在 树果类类的一些 像苹果树 栗子树等等 这些树木化果 看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心里面想 那么好看的果树 马上想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这就是一种意趣的供养 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平时不一定是在这里 所谓的圣灵和宝山 那么我们在路上 看见一些弯弯的消息 或者是轻轻的一些山岗等等 一些美丽的村庄等等 显到什么样的景象 自己觉得是相当的悦意 自己想得很好看 那个时候第一个念头 你要想 特别好看 一定要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口里面也可以说 然后心里面也这样观想 这样一来对我们的资粮 自然而然的圆满 所以作为修行人 真的有时候 不一定是非要 外面拿好多好多的钱财 或者没有钱的时候 实在是不能积累资粮 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世间上的人们 外面的金银财宝 特别地执著 这就是银子 这就是金子 噢 这个我一定要好好地抓住 那么这个是石头 这个是魔头 这些对我来讲是没有必要 这个之间的执著相当强 可是真正的一些瑜伽 由一定证悟的人来讲 对他的相续当中来说 没有差别 从这个角度来讲 外境都是不存在实者 所以我们意幻供养 实际上没有差别 应该诸佛菩萨有能力取受 这一小时 因为这个电视频 的就是的对他 对他说的对他有很多人 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的 但是我们的信息 这个还有人的信息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人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人 所以我们在福岁所 我们也有很多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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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时间妙方向 如意妙宝树 自身朱庄稼 寄予朱宝石 莲花朱虎薄 月因美天鹅 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颂词解释的时候 天等世间当中 合成而善法的芬芳香气 成香等土香 能满足众生需要的如意宝 然后其正义宝所形成的妙树 未经给予自然而然产生的庄稼 就是庄稼 以及除此之外 值得供养的所有的珍贵食品 包括莲花 点缀咒的琥珀 池塘等等 那么这些当中不断地传出来 天鹅的鱼耳动听的 音长声 这些颂词里面的 大概意思 我们这里面的中解意思 给大家讲的话 不管是人间也好 天界也好 龙共当中 凡是世间里面 所有的这些芬芳扑鼻的 所有的香味 供养诸佛菩萨 应该这样心里面观想 至于如意宝树 我们经常也这样讲过 以前人们福报 特别大的时候 也有众生的福报 而形成的如意宝树 然后三天当中 也是由他们的善业 而形成的 也有如意宝树 这些如意树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供养 现在真正这样的如意树 没有的话 世间上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些 百树 松树 还有一些碳香树等等 各种参天大树 见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念头要想 这个树是那么好看 那一定要供养 下次见 感参気 请不吝点赞 解决 있는데요 嗯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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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人们刚开始出界的时候 世间当中没有经过耕耘的一些自然庄稼 或者说白菊露珠 也有以他们的福报而形成的一些自然庄稼 那么这些自然庄稼 我们心里面也要观想 供养诸佛菩萨 如果现在真正这样的 为经过耕耘的自然庄稼没有 平时我们在眼前看见的一些 道天啊 霉天啊 或者是玉霉天啊 就是无边无际的一些天业 在那个时候 如果有观想能力把自己眼前的这些景象 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这样当然功德是相当大的 同时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各种白色 红色 黄色等各种颜色 就是所点缀着 或者是所装饰着的一些琥珀 世间上出名的琥珀也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发过这样的愿 又供养诸佛菩萨 这样恐怕很多人是没有想过 以前上师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过 不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水池 琥珀 这些也应该供养 而且我们现在世间上的 北平洋 大西洋 然后印度洋 太平洋等这些大的海洋 心里面也是应该观想 那么这样观想 实际上功德相当大的 我们平时的一些财物 虽然我们有时候 吝啬心 不能供养 有时候供养 没有那么多的价值 所以我想大家平时看见 这样好的环境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 供养诸佛菩萨 应该供养三宝 有这么一个念头 这一点细微的重要 同时在这些琥珀当中 他这里也是已经说了 非常美丽的天鹅 天鹅发出鱼儿动听的声音 然后听到了以后 人们都心里面非常的疏忽 所以我们在这里观想的时候 这么好的琥珀当中 有各种颜色的天鹅 发出动听的声音 这个时候对人同时 有一种特别欢喜的感觉 那么这些美妙动听的声音 全部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谢谢大家每次都听到的 都有一点点有点冷静的声音 还是多东西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杜新的无log心 怎么会有点灾害呢 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人更捂着 这个当越来越来越来越多ồng很久 就会看到了放弱们 上海的这些事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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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而言之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 不管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壮丽的山河 护壁 还有美丽的一些田野 园林 以及雄为壮观的一些宫殿 殿堂等等 凡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景象 全部都应该尽心地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那么我们也可以春夏秋冬的 所有的这些自然环境 自然的这些美 带到我们的心里 然后心里面缘去这些供品 再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总而言之 大家时时刻刻都是 只要看见一个月异的东西 甚至我们看见 美娜美丽的时候 也是第一个刹头 看见这个人很好看的时候 马上口里面说是供养三宝 这是那个 诸佛菩萨应该是告诉我们的 所以不管以后 在什么场合当中 在什么环境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 遇到了一些月异的对境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要供养上师三宝 这样以后 确实是自己在无意当中 也可以说是在顺顺便便 积累很多的资粮 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所谓的修行 你不一定要非要 定义而禅修 不一定在时时刻刻当中 或者日日夜夜当中 把自己实际的生活与修行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随炼三宝的这种意念不离开 这是我们 上等修行人的一种做法 这是我们的修行人的修行人的修行人 在这种做法 也就是我们的修行人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的修行人跟修行人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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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来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讲义里面是这样说的吧 诸如此类 以上浩瀚无边 虚空皆中 清净刹土 以及百具露珠当初 所有的无助我 我均以心观想取来 就是把全部 自己心观想取来 祈祷供养 能获得大果报的殊胜佛田 为利益众生而接纳 祈求大慈大败的尊主 慈爱的垂念我 而接受我这些供品 在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前面也是代表性的 一些自然界当中 比如说山川 海滨 或者是森林等等 就讲了一些 诸如此类的 所有的人间天界 或者落叉界 或者野叉界等等 世间各种无边无极的 宇宙世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供品 全部在心里面去观想 观想以后 我们世间当中 最殊胜的佛田 就是释迦牟尼佛 和他的大乘僧众 在这些僧众面前 我们一一地去供养 那么供养的时候 前面我们无助菩萨 所讲到的 供养的六种条件 也应该这样具足 或者说 印度的无助菩萨 在《菩萨地论》当中 也讲了六种条件吧 第一个 所谓的三宝 像无上的功德者 第一条 这么想 这个三宝 它有无上的功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要想获得三宝 对我们获得无边的利益 这是第二条 这样想 第三条 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众生界当中 佛陀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是最最至高无上的 第三个应该这样想 第四个 所谓的三宝 像昙花很难以 现在世间当中一样 非常难得 第四个应该这样想 第五个 像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唯一的三宝 以这种念头来供养 第六个 大家也应该这样想 所有的世间 出世间的 一切功德的根源就是三宝 第六个 大家也应该这样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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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颂词当中是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供养彼等之缘由 下面我们讲了 无有诸人的这些很多供品供养 这样供养 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下面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有些人问 有些人是这样问的 为什么不供养自己的财物 而供养这些无诸物呢 由于我往昔没有积累过 福德资粮 所以极其贫寒 除了这些供品以外 我实在是没有任何 其他可以供养的财物 当然自己一点没有 供养的财物的情况下 这种供养也有 有些虽然我有供养的 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像整个须弥山 或者说我们四大部罩 所有的这些大海 琥珀 那这些我用钱来买下来 恐怕是买一买不到的 这些应该买一买不到 即使你买得到的话 你即生当中是没有这个福报 你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以前的一些转轮王 以前的一些古代的大王有这种福报 但现在我们再怎么富裕 恐怕是没有这个福气 所以说 我们平时一幻观想 那比范围更宽大 所以有一定的差别 自己实在是没有 上面所讲到的这样的财物 所以诚心诚意供养 期盼唯一利他的诸位护主 为了利益供养者我 而拿受者所有的供品 谢谢检查 是啊 所以后一遍送给 Groach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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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诸佛菩萨实际上是 在以前《药师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他并不缺这些财物 也并不需要我们供养以后 他得到很大的帮助 并没有必要 为什么要供养呢 诸佛菩萨虽然一切功德都圆满 所以不需要这些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供养 一方面断除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吝啬心和贪心 另一方面我们依靠这种方式来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殊胜的对境 自相续当中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很快的时间里面会圆满 有这些必要 所以我们这样想 十方所有的诸佛菩萨 我今天有观想 这么多的供品供养 那么你一定要以各自 不同的身边 身同力 接纳我所供养的 所有的供品 应该这样想 如果我们这样的 意幻供养没有 比如说我拿了一点点钱 拿了一点点供品 实际上十方所有的 诸佛菩萨面前要供养的话 肯定供品 从我自己的内心角度来讲 恐怕供品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以这样大量的供品 心里面去供养 有很大的功德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 在大乘佛教当中 亲口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在《报应经》里面 《报应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告诉眷属 说是善男子 三千大切当中 所有的花 果等等 所有无诸物的供品 全部用心来依换 然后白天三次 晚上三次 也就是说 诸一六世当中 三次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这样有无数的功德 并且功德回向给众生 所以通过这些 刚才《报应经》 《三乔方便经》 这些大乘经典的道理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知道什么呢 诸物的供养一定是 释迦牟尼佛大乘经典里面 最甚深的一种意趣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这方面去供养 明镜那次是必须面的 最必须解答 мам 因为 JOHN'S Tar фин上都是你 我们自己在前面 corrupt的人 在特色 为什么呢 你们搞得到后来 呢 我拨击别碌 谁要运来 这个套快 можешь 我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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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